9月26日原油多头稍市喘息 此前布伦特原油跃升至26个月高位 至每桶58.88美元 应土耳其威胁切断伊拉克库尔德地区 通往其他地区的输油管道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9月26日星期二 我是维珍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新会顾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一威胁称 将切断伊拉克北部原油向外输送的管道 给举行独立公投的库尔德自治地区 施加更大的压力 这条通往土耳其三汉港口的管道 每日输送的原油基本为50万桶至60万桶 若切断这个供应来源 加上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用国 减产每日180万桶 市场担忧油市供应趋紧 截止发稿美国原油交投于每桶52.10美元 下跌0.23% 盘中移动刷新5月25日以来的高点 至每桶52.43美元 布伦特原油换手于每桶58.31美元 下跌0.21% 不过鉴于美国原油产量继续增加 令美国WTN原油价格承压 使其与布伦特原油价差变大 两者价差达到每桶6.61美元 为2015年8月以来的最大 据路透社报道 土耳其总理Binari Ildrum表示 在库尔德人攻投期间 土耳其可能会对其采取惩罚性措施 包括轰炸库尔德人的边境 袭击库尔德政府的领空等 Ildrum还称 土耳其不会对在此期间 给库尔德人造成的任何损失负责 伊拉克政府已经表示 将不会与库尔德地区政府就独立公投结果进行谈判 德国商业银行发布报告称 土耳其对库尔德地区的惩罚 将导致市场原油供应量缩减每日约50瓦桶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